今天我宣布了將捐出30億新台幣 連年榮譽董事長曹新成 宣布豪捐30億支柱國防 沒想到這個舉動被中國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抨擊 是在瘋狂攻擊抹黑中方 稱曹新成代表不了臺灣工商界 註定枉廢心機 儘管中國一再放話 曹新成這30億的拋磚引玉 讓網紅館長直言感動又佩服 我今天聽到這個新聞 我也是很感動 所以我馬上 我馬上 打電話給我們認識的民進黨的人說 請問一下 這個曹董事長呢 他捐了30億 那阿管能不能也捐一點 館長說自己想捐100萬 盡一點心力 不過卻因為是民間單位 沒辦法直接捐款給軍隊 民間單位 不得直接捐助軍隊 我又卡在那啦 他不是直接給國軍30億啦 他是要用很多 拿30億 類似一個反共的一個財團法人 眼看兩岸情勢緊張 館長還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專款戶頭 開放讓全民捐獻 如果台灣再多幾個這樣的人 台灣國防的威力真的會越來越強 如果這些企業家 大家都跟曹新城 曹先生一樣 我相信台灣的國軍 應該會更強 館長用自己的高人氣 呼籲各界捐款 一起共渡 這個非常時刻 三級校網城有光說